跟您聊一聊 您有把錢存在郵局裡面嗎 我們居然發現 如果你存的錢超過一百萬的話 不算利息耶 時間交給佩玉 沒有錯 如果你真的有把錢存在郵局裡面的話呢 現在趕快把你的存折 拿出來檢查一下了 因為現在既然是說 有人發現說 只要存超過一百萬的話呢 這超出來的錢 是完全沒有利息的 怎麼說啊 這是有個網友說呢 他心血來潮 把這個存折拿出來看 看到說今年啊 好不容易是存了一百二十七萬 但是啊他在仔細一查發現說 欸奇怪 怎麼一百二十七萬拿到的利息 跟他只有存一百萬的時候呢 這利息是完全一模一樣的呢 還以為是弄錯了 結果呢 上網看了一下這個規定才發現說 原來郵局真的是規定說 如果你存在這個一百萬內的話呢 就是按日計息半年結算一次 但是啊 如果是超過一百萬 像這個網友一樣 存了一百二十七萬 這一百萬呢 是有算利息的 可是超出來的這二十七萬呢 是完全沒有算利息的 再講誇張一點 假設你今天只有一百萬 跟你今天有兩百萬 這中間是差了一百萬耶 如果說完全沒有算利息的話 那不是虧大了嗎 所以這個網友啊 就是非常的生氣啊 說真的是損失太大了 因為這一年下來呢 其實也還是有不少錢的 所以現在就有很多人說啊 倒不如把這多出來的現金 拿去買黃金吧 黃金還比較保值 還可以增值 所以你看呢 在剛剛才過完的 這雙十一啊 電商平台就統計了 今年呢 實在是破天荒 太誇張了 賣最好的 竟然就是黃金 是直接衝上 今年這個電商銷售排行榜的第一名 而且他們統計啦 這個銷售數量 竟然是直接超過以前的九倍了 而且呢 有些電商也說啊 其實他們今年還滿有創意的 有推一些像是這種做成元寶造型的啊 甚至是把金塊刻成台灣圖案的 所以呢 都還滿受一些媽媽們的歡迎 因為除了買了可以保值 放著看了也還滿開心的 而另外呢 像是有一些來行人說啊 這黃金去哪裡買才可以撿到便宜呢 他們說啊 在這個美式賣場裡面呢 每次去都屢試不爽 常常都發現說 在賣場裡面的這個黃金牌價 是比銀樓還要低的 而且呢 還可以撿到一些獨賣的金條 可以撿到一些便宜 但是啊 如果你想要方便的話呢 現在是連超商也加入戰局了 超商呢 在線上開始賣這種純金的金條 直接在網路上就可以買到了 所以你就知道說 現在黃金的狀況到底有多熱 再加上現在大家不是都在說 全球通膨的時代來臨了 買什麼東西都變貴 你錢存在銀行裡面啊 是越存越薄 還倒不如拿去買黃金可以增值 因為你看 最新的黃金期貨12月 又創了6個月以來的新高了 有這個黃金銀樓業者 業者就跟我們說啊 他遇到說有這個重量級的長輩 竟然是一口氣 就跟他買了10公斤的黃金耶 這10公斤黃金什麼概念呢 他說啊 其實比一比 就大概是10支iPhone這樣的大小 直接搬回家了 而另一家銀樓業者則是說呢 他們有發現到說 現在不只長輩喜歡買黃金喔 像是一些年輕小資族呢 現在也很喜歡買一些卡通圖案的金式 因為呢 和這個傳統的黃金比較起來的話呢 單價比較低 相對也比較好入手 年輕人現在比較會選過像這樣的 加菲貓超猛大頭 做成金墜子 卡納赫拉抱著金元寶 一旁還有熊大憨兔兔 金雕對鏈賣最夯 黃金搭上聯名威力發酵 現在都成了金店裡的新寵兒 現在你看到這一盤金光閃閃和卡通圖案 聯名的金手鏈 其實戴起來呢 覺得高貴又不會太老氣 而且主要是因為呢 它和傳統的金項鏈比起來 價格至少少了三倍 入手門檻相對也比較低 買黃金也都得精打細算 畢竟近期黃金漲是能檔 12月交割的黃金起貨 價格上漲百分之零點八 每盎司飆到一千八百六十三美元 連續第六日上升 而且還創下六月以來的新高紀錄 其實你買一條 一般金品的項鏈的價位 大概四五千塊左右 不如買一個比較秀氣的黃金項鏈 然後它也有兼具保值的效果 年輕人挑流行款加減保值 甚至還有其他業者說 張貝出手更擴挫 一口氣買十公斤的黃金 拿起來大概是十支iPhone大小 接下來要迎接農曆過年 對黃金需求將會再掀起 另一波熱潮 就買一條就割在那邊 因為金子不會變紙吧 銀行歷史很便利 儘快放你有錢拿你不要還沒有要用到錢 你都放著這有賺 把現金換黃金抗通膨 就是因為美國公布最新的十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 又創三十年新高 年增高達百分之六點二 通膨壓力仍然居高不下 才會有人覺得不如把黃金用來存錢 因為專家甚至預估這波通膨出乎意料的嚴峻 也就是說可能還要再登上一年才有辦法回歸正常 脫離萬物奇障的苦日子 這幾天這種涼冷涼冷的天氣最適合泡溫泉了 台灣真的是很讚 因為有好多很棒的泡溫泉地點 台北的北投宜蘭的礁溪中部則是有谷關 谷關溫泉其實從日治時代開始就有公共澡堂了 這歷史非常的悠久 獨特的美人湯是吸引了相當多的遊客 這一次我們是獨家前進了谷關 要看一看當地的溫泉飯店居落 環山繞谷四周都被綠意包圍 特殊地形宛如山谷中的關卡 谷關位除雪山地壘 海拔八百公尺的大甲西畔 每年入冬涌近上萬名遊客為了溫泉而來 我們來上街的燈籠 在這裡非常有日式風情 因為谷關溫泉其實在日治時代就已經有設立 公共澡堂已經有了上百年的歷史 泉水清澈沒有硫磺味 水溫約在48到60度 谷關溫泉屬於碳酸泉也是俗稱的美人湯 溫泉聚落得天獨厚 大型集團紛紛在此插旗 當地原住民泰雅族紅黑白等代表顏色 融入飯店設計之中 耗資上億元改建 更要搭上時下最流行的Glamping豪華露營 進來帳篷之後 先有一個迎賓的小客廳 再過來之後發現有兩張大的雙人床 甚至有大電視咖啡機 冷暖空調 更狂的是進到浴室裡面 這竟然是一個獨立湯屋可以泡谷關溫泉 加大版浴池三五好友都能坐進來 染人版露營加上湯屋 訂房已經滿到明年 那我們露營區的話 我們比較特別的是有獨立湯屋 跟私人的衛浴設備 目前的訂房狀況都很好 到三月底前幾乎是客滿的狀態 但要吸收更多芬多金 戶外還有五行湯 有一種就是很放鬆的感覺 感覺融入在大神明之中 相較其他地方 我覺得骨關這邊 我會覺得是很自然的一個地方 泡湯就是會很光滑 就是其實只要大概泡個十幾分鐘 客房獨立泡湯池 窗外還能看到西畔美得令人屏息 這般傲人的自然風景 成為疫情後國旅性遊客的靈魂關鍵 山水晨熙朝霞變幻 台灣最大的淡水湖泊 日月潭最是宜人 一邊賞美景一邊泡著紅飽食湯 相當愜意 富科90年代 在法國紅酒浴搭上日月潭第一拳 無色無味碳酸青鹽拳 一旁槌掛的葡萄藤 配著270度超廣湖景 還真的別有風味 全村定房一開的第一天 就有七成的住房綠 那看得出來應該都是家庭 家族旅遊出來為主 無邊際泳池 一覽太魯閣峽谷峽谷風景 被山水層層包圍 夜幕低垂 還在峽谷中升起營火 欣賞圓民表演 全台唯一座落在 山域行國家公園內的五星酒店 挾著大自然充高住房率 很多客人 它是來自於三間五間 甚至七間 做整個的家族的一個旅行計畫 目前呢 太魯閣金酒店的 整體的住房率是往八層邁進 長達近兩年 無法出國 國內觀光朝向高質化 要享受台灣最美風景 東森財經新聞 劉沛琪 劉子騰 台中南投花蓮 採訪報導 現在也是吃大閘蟹的季節 可是其實吃大閘蟹 不一定要去大陸的陽城湖 在新北的石門 這邊也是有台灣本地的業者 他們利用的是自然的生態工法 養出這高品質的大閘蟹 裡面有滿滿的蟹黃 還有蟹膏 說到大閘蟹 一般人都會想到 大陸的陽城湖 但是在新北市石門區 也有台灣本地業者 養殖出肥美的大閘蟹 只要清蒸一下就非常美味 而要挑選大閘蟹 得注意四個重點 青背 白肚 金爪 黃毛 還有一季節分公母的不同 九元十肥 九月就是牡蟹 它那個腹部是圓的 公蟹是肩的 就九元十肥這個樣子 那個母蟹是蟹黃 公蟹是蟹膏這個樣子 老陶都知道吃大閘蟹 就是要吃它的蟹黃 口感綿密有點像海膽 但養殖業者表示 那行人不只吃蟹黃 還要吃白糕 這就是白糕啦 一般我們這個 有些人說 不曉得這個是什麼 把它丟掉耶 這個最有營養 這個還能丟掉 好濃郁喔的味道 原來這白糕 真的很黏嘴耶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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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這個裡面 幾乎整個都是白糕耶 石門養殖大閘蟹的水源 就來自無污染的 陽明山國家公園 而且吃的都是玉米 麥片等天然食物 要讓大閘蟹長出滿滿蟹膏 還有一項秘密法寶 這是什麼魚呢 這是蟹那魚 蟹那魚 蟹那魚它有油脂啦 有油脂它吃下去 就會結構這個樣子 想要品嚐高品質的大閘蟹 不需要陽城湖 走一趟新北石門 就能讓您大快朵頤 東四新聞潘比張SNG小組 在新北市的報導 講到鷹哥 除了陶瓷老街 還會想到什麼呢 這鷹哥陶瓷博物館 最近就推出了2021的 鷹哥藝術季 就是將藝術文化 都融入在生活美學 更在這戶外的園區 是用了兩萬顆的彩色桃球 打造出了許願的糖果牆 繽紛漸層的色彩 就吸引了非常多網美 來拍照打卡 這也成為入秋之後 防疫新生活 注入了活力 你還要墊腳尖喔 你是在扛球嗎 正在如采龍丹 在旁邊遜利的糖果牆前 不停變換拍照POSE 兩萬顆以斜排線條 佈置的桃球 呈現漸層色彩 細細尋找 會看到不少願望 藏在其中 新北市長侯友宜 在淡黃色桃球 寫下平安無事 展樓希望能帶領市民 安然挺過疫情的期盼 因得陶瓷博物館 新開放的王美牆 讓人一拍照就忘了時間 洗手間也找來藝術家 設計出奇幻趣味的 陶藝作品 比較多元 不會覺得說 博物館只是博物館的東西 好像只是一些藝術品 跟我們有一點距離 不只好拍好玩 陶博館每年都會舉辦的藝術季 將陶瓷美學帶入生活 消滅藝術於日常界線 舉辦的作品徵選 讓不少外國藝術家 也大方分享創作 這些都是透過線上線下 虛勢整合 才能觸及更多人 當然來到英哥 絕對不能錯過手拉胚體驗 我要翻車 即便從小在英哥長大 家族事業與考慈密不可分 但畢竟上回製作手拉胚 已經是十多年前 以家卡也得慢慢摸索 才能找回手感 壁太薄 然後速度好像踩到變很快 然後就翻車 還恐嚇點在拉高塑形 這同時也是魔王關卡 一步注意就得打掉重練 被譽為台灣辭政的英哥 陶瓷發展將近兩百年歷史 成就老街特有風貌 大家來到老街或是來到英哥的店家 就會看到我們有日用陶瓷 還有藝術陶瓷 但你在購買的至於 難不知老師 英哥他其實的右下載技術 在全世界是佔有地域之地 領先全世界的喔 歲月頭喜 留下璀璨 在不斷的挑戰與創新下 激發出更充沛的生命力 東森財經新聞 盧玉廷 謝偉宜 新北市報導 東森財經 二十四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 盤後交戰 都在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股市直播